奉读经文 约伯记一章十三至二十二节 有一天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 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 牛正耕地屡在旁边吃草 十八人忽然闯来把牲畜掳去 并用刀杀了仆人 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 他还说话的时候 又有人来说 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 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 他还说话的时候 又有人来说 迦勒底人分作三对 忽然闯来把骆驼掳去 并用刀杀了仆人 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 他还说话的时候 又有人来说 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 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 击打房屋的四脚 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 他们就都死了 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 约伯便起来 撕裂外袍 剔了头 扶在地上下拜 说 我赤身出于母胎 也必赤身归回 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在这一切的事上 约伯并不犯罪 也不以神为欲望 接下来是平安常事班的现实和 你喜欢线乐团的演奏 游州代行旅首证牧师 见着岳部纪讲解第三讲 感谢以特送贵荣耀的 蒙古万民舞蹈队 蒙古草原广阔 他们用传统舞贵荣耀语神 我刚才看得非常专注 感谢为此付出的 蒙古万民教会圣徒们 下面介绍蒋台献花 十一教区的金慧恩姊妹 和郑春金之事 接受主人牧师的全能祷告后 厌食症得一致 已经18年了 特赐献上蒋台献花 深深感谢父神和主 在新冠疫情下 在主人牧师的空间 一直看顾保守 使我作为主持人 展开活跃的活动 感谢父神使我 对新鲁撒冷的愿望 日益火热充满 时刻铭记蒙德的恩典和爱 渴望成为见证 父神与主的爱 和全能的外民的青年 感谢你们 金慧恩姊妹 作为主持人工作 非常有人气 所以非常忙 以前也做过见证 在一个摄影棚工作 当时有确诊患者出现 但是他德蒙保守 没有患新冠肺炎 他努力传播圣洁福音 也努力传扬 主人牧师的全能 感谢他 上周三月一日是公休日 相信大家一同参加了 跟随读圣经活动 原以为休息时间是十分钟 但后来才发现是五分钟 所以可能休息时间 稍微有些不太够 许多圣徒积极参加 然后向我表达谢意 但是我反而更感谢他们 我听林美英牧师说 一大大 三大大 在一月底 光三大大 一月底就有一百多人 读完了圣经 除了三大大 还有一大大 二大大还有中国教区 乡下有更多的圣徒 已经读完了圣经 即使是还没有读完的人 每天进行读十章就能读完 如果在三月一日 参加读圣经活动的人 相信也会提前完成 感谢父神能够积极参加 通过读圣经 福神也会赐予 实力恢复等祝福 感谢圣徒们发来的见证 如果读圣经 大家就会得见神 得见主 今天是约伯记讲解第三讲 亲爱的圣徒们 直到上一讲 我们查考了 神认可约伯是完全正直 敬畏神 远离恶事的内容 又说明了 撒旦向神控告约伯 以及神允准撒旦试探约伯的原因 还查考了试探的三种类型 以及在想生活中 我们怎么做才能不受撒旦的控告 如果我们心里没有罪信 那么不会被撒旦控告 如果我们犯了情欲的事 那么就会成为 仇定魔鬼撒旦的食物 受到试探和患难 我们心里有非真理的时候 撒旦就会设下陷阱 引诱我们犯罪 有时候即使不是撒旦控告 有时候神会为了赐予我们祝福 而云转熬炼 撒旦在神面前控告说 约伯敬畏神 乃是由于神对他赐福甚大的缘故 因此撒旦向神要求收取 约伯所有的一切 这是因为撒旦知道 人们都有一变的心 往往唯独在蒙神赐福和应允时 才会向神谢恩 即便是属灵的人 我们只知道他是属灵的人 但是不知道他内心深处里有什么 就是说 但是撒旦的话 如果我们是非真理的人 他就会知道我们心里有怎样的 有什么样的恶和非真理 撒旦知道人的软弱之处 我们一旦遇到试探或困难 就忘乎神 陷入迷惑 甚至向神发怨言 然而约伯的所行不同于撒旦的论断 虽然神知道约伯的心 但还是云转了撒旦的控告 于是撒旦开始试探约伯 神知道对约伯的财产进行试探 约伯也不会弃掉神 神对撒旦说 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 神将约伯所有的都交在撒旦的手中 所谓约伯所有的 除了约伯的所有财产以外 也包括他的子女 因为是约伯所生的子女 所以也包括他的子女 父母行非真理的时候 子女生病的原因也在此 然而神对撒旦说 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 神是全知全能的 神知道撒旦接下来 就要索取约伯的性命 所以神不许撒旦伤害约伯的身体 接下来撒旦就开始试探约伯 今天就查考这部分内容 主题经文 约伯记一章13至15节 有一天 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 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 牛正耕地 吕在旁边吃草 18人忽然闯来 把牲畜掳去 并用刀杀了仆人 唯有我一人逃脱 来报信给你 有一天 约伯的儿女们正在长兄家里 设宴吃喝时 众主在约伯记讲解第一讲所说 约伯的儿女们彼此和睦又爱 但那不是属灵的爱 而是终将朽坏的属世的爱 这样的爱 连不信神的世人或恶人也能做得到 先得到再付出 与自己有利时才付出的爱 即使是不活在真理里面的人 只要有人对他好 他也会喜欢那个人 互相有利的人 彼此和睦相处 但是神所愿的属灵的爱是指 对待为难自己 或对自己毫无益处的人 也能尽心服侍和关爱 马太福音5章46节 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 有什么赏赐呢 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 约伯敬畏神远离恶事 可他的儿女为什么没有效法他呢 从后面出现的约伯的妻子 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点 当撒旦伤害约伯身体的时候 他的妻子说出极其恶毒的话 约伯记二章九节 他的妻子对他说 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 你弃掉神死了吧 如果约伯的儿女们 遗传了他的母亲 如此恶的品性 那么不可能发自内心敬畏神 所以约伯总是为儿女们担心忧虑 主题经文说 约伯的儿女 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 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 在这里 报信的指的是仆人 18人忽然闯来 把牛和驴掳去 并用刀杀了仆人 当时 不论是 种地还是 牧养牲畜都需要仆人 当时 仆人在 放 牲畜 但是 有18人传来 把这些牛和驴都掳去了 人生在世 难免遭遇试探 不管他是信者 还是不信者 面对试探 信神的人 只要通过神的话语 发现自己的问题 并悔改归正 他就能蒙神的恩典 东山在一起 甚至得到比先前更大的祝福 不信神的人 则不然 他们只能依靠自身的努力 去解决问题 除非偶遇幸运过关 否则大多数情况 则是越险越深 信神的人 不代表说 不会经历 社团患难 因为有些试探和恶恋 是为了更新改变我们 通过周边的恶人 也使我们经历一些试探 如果我们 发现自己 更新改变 向着灵全灵 前进的话 就会成为 神所喜悦的人 但是不代表说 信神的人 完全不受 社团和患难 因为我们生活在 是在经历 人类工作 所以说 为了成就圣洁 我们 有时候是需要 经受 社团和 恶恶恋的 有时候 可能是会通过 身边的人 遇到这些试探和 恶恋 即使是遇到 试探 凡是属神的人 都会从神 得蒙看顾保守 如果按照神的道 而活的人 即使遇到试探 也会轻松取胜 这些试探和 恶恋 不会经常来 但即便是遇到了 我们也要通过 祷告 领悟该怎样 得胜就好 直到进入天国 在这世上 经受恶恋的 所有过程当中 我们不要害怕 临到试探 而是应该 平信战胜 撒旦对约伯进行 第一次试探 利用外邦人 掠夺了约伯的财产 如今很多人 也有类似的遭遇 他们虽然 口称信神 却也没有得到 神的保守 而上当受骗 蒙受巨大损失 这时 不要埋怨说 大人怎能对我 做出这样的事 或者 为什么神没有保守我 而是应该 从自身找问题 查出自己 部门保守的原因 问题之所在 并且悔改归正 问题自然就会 得到解决 并告 四八人 所行的 仆人的话音 还没有落 另外一个仆人 接踵而至 并告 噩耗 约伯纪一章十六节 他还说话的时候 就是第一个仆人过来 话音还没有落 又有人来说 神从天上降下火来 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 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 有一个仆人从第一个灾阳中 幸免于难 又有一个仆人从第二个灾阳中 幸免于难 回来报信 因为需要有人向约伯禀告 所发生的情况 所以 这是神的做工 从中我们可以明白 即使遇到事叛患难 只要神保守 就一定能平安无事 如果当事人和神心意 就能蒙神保守 或者与蒙神爱的人同在 那么靠着蒙神爱之人的祷告 也能得蒙保守 听到这样的话 我们相信圣徒们一定会有诸多见证 而例如在重大交通事故中 车辆报废 但是乘坐的万民的圣徒 却得蒙神保守 当然如果能躲避 事故自然更好 但是即使遭遇事故 通过事故 我们也可以发现自己 刑察自己 更新改变 仆人的话音还没落 另外一个仆人接踵而至 禀告从天降火烧灭群羊和仆人的悲训 旧约时代也有类似的火的审判 比如 罪恶满盈的索多玛和俄摩拉 受到火的审判全部灭亡 同餐可拉 悖逆行径的250人 也被神的火锁灭 虽然不是火的审判 但以利亚先知与拜外邦神的850个先知较量 神给以利亚先知 降火显映 旧约是新约的影子是凭着行为得救的时代 故而有时神将天上的火显给人们看 新约时代则由于神本体的真相 耶稣亲自来到这世界 神通过耶稣的行迹或圣经上的记录 把许多可信的凭据显现于我们 从而没有必要显降火的神迹 约伯所遭受的这种灾样 在现实生活中也随处可见 耗巨资建造的大楼或厂房一夜之间被火烧灭 前宫尽弃 因台风或各种天灾 农作物被毁等等 这些自然灾害都在神的泉下 当然台风或大火并不是神带给人类的 像山火 发生山火不要误以为这是神带给人类的 也有许多是人类人引起的 那是因为人类破坏了大自然 违背了公义 所以遭遇灾殃 这时只要神保守就能免遭天灾 即使身边遭遇天灾 但我们按照神道而活就能幸免于难 或许有人想天灾是无情的殃及所有人 其实不然基督徒只要信仰虔诚 就能蒙神保守 免遭天灾 比如 雾农的人 他们在圣灵的引导下 种植不受旱灾或受台风影响的农作物 以至别人遭灾时 他们却不受其害 现在会有诸多的肥料 就是从那些虫子的栽阳中 使农作物的梦保守 但是像以前 主人牧师出差 引导复兴盛会的时候 偶尔会说 要栽种什么什么样的作物 今年 主人牧师说的 所有栽种的那个农作物 今年其实是非常低廉的 但是听了主人牧师的话语 顺从并且栽种的圣土 明年 获得很大的祝福 因为明年 该农作物价格上涨 所以得蒙祝福 有的人想种大道的话 可能一直种大道 但是有的人可能会变幻 会种比其他的农作物 并不是说一定要更换农作物 意思是不论种什么农作物 就是有的圣徒给农作物 放主人牧师的患者祷告 那么收获果实的时候 我会发现比其他人的农作物 长得更茂盛 收获的果实更多 以前我们听过很多这样的见证 像白菜 辣椒 其实我不细说 相信大家也都会知道 也都会记得 这就是在父神的空间 得蒙祝福的人 信神的我们 所需 应当夸耀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些灾样中 得蒙保守的事 就是作为神的儿女 所蒙得的祝福 尤其我们的圣徒 在主人牧师的空间当中 得蒙保守不用去医院 不用花费医药费 这是多大的祝福呢 物质上也是蒙福 这都是我们的感谢条件 我们不能忘记这些 应当时常感谢 其实我们身边遭遇灾殃 只要 虔诚信神的人 一定会得蒙保守 现在 约伯领导的灾殃是 从天降火 焚烧了他的所有 财产 我们圣徒当中 有这样的一个见证 就是店铺旁边的楼着火 但是圣徒的店铺 就是那个火已经烧到了 圣徒 店铺旁边的店铺 但是圣徒的店铺 却没有着火 就是画面中出现的 店铺 火已经烧到 隔壁店铺 但是在圣徒的店铺 却直火了 上周说到发生火灾的事情 今天我来教会的时候 听到了有两个家庭做见证 就是在某一个地区 有一个圣徒做见证说 他的父母住在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发生了火灾 山火 但是他的家庭 父母得蒙保守 自家南的朱熹英确实 3月4日 周五下午3点50分 雾镇发生山火 我给父母打电话确认 但是发生的火灾的地方 离父母所住的地方 相当比较远 3月5日 在月季的地方 开始发生山火 但就是离父母所住的地方 比较近 山火已经蔓延到 父母所在的地方 该劝是看到情况非常紧急 所以恳切向神祷告 求父神在主人牧师的空间当中 保守外面的羊 并且向指导教师 要求接受祷告 原本火蔓延到 所住的 就所住的 村边 该确实 父母所住的地方是 沿治 一二三区当中的 一区 一区和三区 有损失 但是父母所住的 二区得忙保守 没有发生火灾 因为发生山火 所以即便是火被灭了 还是有 冒烟 感谢父神在牧者空间的 保守父母 有时候 有时候 刮风的时候 火灾会 演变成 大的火灾 这山火 山火已经蔓延到 圣徒们 圣徒的父母所住的 村庄旁边 但因为是外面的圣徒 是神道人力 所以得蒙保守 听到这样的 听到这样的见证 希望圣徒们不要忘记 要铭记在心 讨神的喜悦 得神的祝福 接下来撒旦第三次 毁了约伯的产业 约伯在第一次受试探的时候 就是他的财 他失去了所有财产 在第一次试探中 他在第三次灾阳中 这次也是有一个仆人 从灾阳中盟保守 来给约伯报信 约伯记一章17节说 他还说话的时候 又有人来说 迦勒底人分作三队 忽然闯来 把骆驼炉去 并用刀杀了仆人 唯有我一人逃脱 来报信给你 通常临到第一次灾阳时 如果谦卑地信查自己 并且悔改规政 那么不会临到第二次 第三次灾阳 第一次神允准小试探 希望人们从中领悟悔改归正 但因为人们往往做不到 所以神不得不允准第二次第三次试探 而且试探也会越来越大 埃及王法老的情况就是如此 以色列百姓在埃及维奴的时候 神呼召摩西 命他引导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 于是摩西去见法老 但是法老不愿放以色列百姓回去 神为了使法老屈服 通过摩西降下十灾 使埃及遍地都有血 使埃及全地都是青蛙 狮子 苍蝇 还有初一之灾 窗灾 薄灾 黄灾 黑暗之灾等 灾阳案次序降下 起初只是小灾 但因法老不悔改归正 所以逐渐遭遇更大的灾阳 最终 埃及全国临到长子之灾 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被杀 直到法老的长子也被杀之后 法老才允许以色列百姓出埃及 然而法老又变心派军队追赶以色列百姓 不过神保守以色列百姓 用全能分开红海使百姓走过干地 追来的埃及军队淹没在回流的大海中 法老多次目睹神极大的全能做工 但他始终不悔改 不改变刚硬的心 结果临到诸多灾阳 最终连长子也失去了 国家也衰落 所以我们不能成为像法老那样愚昧之人 应当在凡事上承认神 顺从神的执意而行 即使遇到试探或困难 也要省察自己悔改归正 那时慈爱的神必会饶恕我们 安慰我们 在《约伯记》中 有说愚昧的人 愿神的人就是愚昧的人 遇到试探 熬练 就埋怨神的人就是愚昧的人 像法老 内心刚硬的人 不谦虚 不降悲 不悔改归正的人 就会遇到更大的试探患难 我们可以用真理分辨 善与恶 真理与非真理 但我们人类往往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过错 即使我们遇到事情 不能发现自己的恶 也不要埋怨神 我们只有放下自己是对的 固执己见 这样的想法才能发现自己 不要一味地觉得自己是对的 别人是错的 当用神的真理之光照料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自己有很多不足之处 尤其是遇到试探患难的时候 更要降悲自己 不要固执己见 也不要追求熟肉的事 如果我们降悲的话 其实我们降悲自己 被人嘲笑也无所谓 也没有关系的 因为我们不要在乎人 应该更加在乎神 如果我们不在人面前 降悲自己 承认自己的错 一直下去的话 我们就会失去圣灵的感动与充满 在本集谈经历熬练的时候 有的人会说 离开的人是背叛之人 但是我们不要说这样的话 而是应当省察自己是否说了良善的话 还是说一些论断定罪的话 不要以为留在这里 就觉得自己没有错 自己是对的 这就是愚昧之人的表现 我们应当破碎自己的固执 像这样 而试探来的时候 往往不是一开始就是大的 一般都是从小试探开始 逐渐逐渐变成更大的试探 但是约伯的情况不同于此 约伯所遭遇的几次试探 不是分几回发生的 而是一下子全部领导 第三次灾央是 迦勒底人分作三队 忽然闯来 把骆驼掳去 并用刀杀了仆人 在这里分作三队 说明撒旦是有计划到进行的 原本遇到小试探的时候 如果不悔改归正 就会变成大试探 但像约伯现在 连悔改的时间也没有 一下子领导所有的试探 这是撒旦为了摧毁约伯 所以一下子领导所有的试探 然而约伯胜过了这一次试探 第一次试探 他遇到了三次灾殃 吉加勒底人提起 谋划分三队 录取财物 并且将计划付诸于行动 这相当于现今人们受到 熟人或不信神的 世人蓄意的欺诈 损失财产的情形 第三次在央传达该消息的 普通的话音还没有落 又有人来对岳伯说 岳伯记一章18至19节 他还说话的时候 又有人来说 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 吃饭喝酒 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 击打房屋的四脚 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 他们就都死了 唯有我一人逃脱 来报信给你 经过三次灾阳 撒旦毁掉了东方首富 约伯的一切财产 这下击毁了 约伯仅剩的房屋和儿女 约伯的亲男三女 摆设宴席吃饭喝酒时 狂风大作摧毁了房屋 他们全部丧命 这样大的灾阳 不会落在随意什么人身上 但是约伯却一下子 承受了如此巨大的灾阳 房屋四脚都是 柱子是建筑物中重要的部分 因此击打房屋的四脚 意味着击打约伯心中的支柱 就是他的儿女们 一夜之间失去巨大财产 和儿女的约伯 新竹刀脚被通欲绝 财产失去了可以再积攒 然而丧失的儿女 则不可能再回来 落到这般境地 大多数人都会埋怨 神是残酷的神 抱头哀鸣 垂地哭嚎 可是完全正直的约伯 此时此刻不说一句怨言 反倒称颂神 向神歇恩 约伯记一章20-22节 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 扶在地上下拜 说 我赤身出于母胎 也必赤身归回 赏赐的是伊赫华 收取的也是伊赫华 伊赫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在这一切的事上 约伯并不犯罪 也不以神为欲望 撕裂外袍是降悲己心的行为表现 表示自己卑微和软弱 也是若没有神的帮助我将一无所能之心境地表露 一级 儿女不是凭我的能力生的 财产也不是凭靠我的能力赚来的 一切都是神赐福的结果 我算不得什么 此时约伯彻底将被自己进行悔改 撕裂外袍又表示 约伯对自己的愚拙和缺乏德行的反省 对自己的无能 及没能在真理里面正确教导和养育儿女的懊悔 以及失去儿女的悲伤之情 这才是遇到熬恋时悔改的正确态度 有的人遇到这样的灾压 就会埋怨神抱怨 有的人遇到这种情况 可能会怪罪于妻子 说是因为妻子得恶 所以儿女们没有懵神保守 但是约伯却不是如此 反而怪罪于自己 当他这样谦卑行事的时候 所以最终问题得结盟神保守 当人这样悔改归正的时候 就会成为更完全的人 我们若要成为这样的人 就要学习 效法 约伯如此谦卑 其实我们不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 也要谦卑的时候 也能谦卑的时候 才能蒙神保守 凭着在我是不能 但靠主耶稣凡事都能的信念 专心依靠仰赖神的人 即便神收走了自己的一切 也不会对神不平不满 虽然约伯还没有成就这样的心 但是遇到这样的灾难的时候 他仍然没有抱怨不平 可见约伯是非常了不起的人 现在约伯因为误解神 惧怕神 所以说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因为他还没有领悟神 良善的旨意 即便如此 他在遇到如此大的灾难的时候 也仍然没有怨恨神 如果我们遇到像岳伯这样大的灾难 可能很 大多数的人不可能像行事为人像月宝那样 有的人发出抱怨和不平 却说我不是对神抱怨 我只是抱怨环境 抱怨周围的人 或者说我只是抱怨自己而已 不是说怪自己有不足 而是说自己无能 虽然是抱怨自己的这些表现 其实也最终都是在怨恨神 因为我们是神的子女 虽然我们不是对着神埋怨抱怨 但因为我们的 我们生活中的 所有一切都交托给神 所以其实我们 没有多么保守的时候 神也会知道 我们在我们身上发生的 所有一切 不论我们遇到怎样的 试堂和熬恋 都是神所允准的 所以我们要明白 我们其实不是直接对神抱怨 我们所说的每句怨言 也都最终都是在埋怨神 在第一次遇到如此大的灾殃 岳伯也没有怨恨神 可见他的心情非常之大 接着剃头是表达 岳伯失去了自己所有的一切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三节说 男人的头是基督 在这里头有三种含义 有领先的意思 上面的意思 还有地位高的意思 正像如此 对男人而言 头发非常重要 岳伯替了头 伏在地上下拜 说我赤身 赤身出于母胎 也必赤身归回 赤身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岳伯不但没有埋怨神 反而向神歇恩 岳伯用剃头的方式来表示 曾经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 而现在神又把一切都收取 使他一无所有 旧约时代的人 是用行为来表达对神的信仰 所以岳伯替了头 伏在地上下拜 由此持守对神的纯正 我们不要说为了效法 岳伯也要像他那样剃头 并不是说要像他那样剃头的意思 而是要像他那样存谦卑的心 这就证明撒旦的控告 岳伯敬畏神是因为 神祝福他产业的缘故 这样的论断是错误的 岳伯失去所有财产和儿女之后 依然敬畏神 向神歇恩 因此 神对撒旦说 岳伯完全正直 但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一点 赏赐的是伊赫华 收取的也是伊赫华 岳伯说这句话的意思是 赏赐和收取都随神的心 岳伯这句告白不是出于真心领悟 赏赐和收取必有神善美的旨意 而是误解 神有绝对的主权 所以按照神的心意随意赏赐和收取 这句告白中含有对神的误解 岳伯以为神是随意行使主权的恐怖的神 但是亚伯拉罕是怎么做告白的呢 当神命他献伊撒的时候 他一点也没有误解神 不会误解说 不会误解说既然是神赏赐的 那么也由神收取 而是相信 其实伊撒死了神也能将死人救活 但是约伯却误解神拥有绝对的主权 所以无论是赏赐还是收取都随神的心意而行 主人牧师也遇到过几次这样的试探 不过主人牧师没有误解神去怕神 而是以感恩通过了试探 开拓教会以前 在三个女儿身上都领到了试探 有一次神学校放假 主人牧师从祷告院回来 上小学的大女儿李美英牧师 从头到脚浑身掌截子 只要稍微动一下 皮肤就裂开流血 二女儿李美英牧师在上小学的时候 小学二年级 被货车撞到 脸部浮肿 嘴里面也都裂开 惨不忍毒 当时嘴巴被肿胀 所以既不能张开也不能吃东西 所以当时便掌榨果汁 轻轻地打开一点嘴唇 用吸管给她喝 就是小女儿李守珍牧师在高中 小时候与高中生碰撞摔倒 患了脑震荡 失去意识 陷入危险 这三次事件发生的时候 周围的人非常担心 建议马上带去医院接受治疗 而甚至亲人说 亲戚说 你要让孩子们就这样死去吗 但是主人牧师没有带去医院 唯独以祷告交托给神 因为主人牧师体验过 从死在七年的疾病当中 由神救活的经历 所以说主人牧师完全信任神 没有一点担心委屈 埋怨 而是一如既往地 向神献上感谢 并做出信心的告白 主人牧师对家人说 请查一下自己 有没有做错事的地方 然后要做悔改 当时家人也顺从了 结果神照着主人牧师的信心做工 主人牧师给大女儿祷告之后 一夜之间 李美英牧师全身的截子变干净了 二女儿不到一周也完全得志了 而且没留下一点疤痕 后来老师给李美京牧师写信说 因为以前李美京牧师即使遇到那样的事情也依然上学 当老师问李美京牧师 你不去医院吗 李美京牧师说 他是依靠神得意志的 他李美京牧师的老师也看到了得志的过程 所以给李美京牧师写信说 看你病得那么严重也不去医院 而且几天之内完全得医治之后 我也开始相信勇获得神 对李守正牧师神也赐予应允 发生事故两天之后 恢复了意识 还恢复了 还做了周三礼拜 每次平行而行 体验神的做工时 不仅我和家人得获更大的信心 而且周围的人也连连惊叹 归忠耀于神 此外 还有一件事是我们的圣徒 熟知的 开拓教会之后第二年 1983年2月 除夕吃夜 做完周五彻夜礼拜之后 早晨6点左右 当时是开拓初期非常充满 所以周五礼拜做到早晨6点 礼拜结束之后 院长就会住周 然后省徒们吃完周 然后周六早晨去上班 就是早晨6点的时候发现的 因为是开拓初期 私宅在教会复一楼 三个女儿和一个青年 煤烟中毒 当时是烧煤炭的 所以那个年代有许多人 因煤烟中毒死亡 或者说失去意识 因为一整晚吸入煤烟 所以就获得概率渺茫 而三个女儿的情况 比那个青年稍微好一些 但是我们的嘴里也都冒 泡沫 当时有的圣徒流泪呼求 神请救活我们 或者说给他们喝下水萝卜辛奇汤 或者说快送医院等 大家都坐立不安 虽然是始料危机突然发生的事 但是主人牧师对神没有感到一丝怨恨 而是默默走上讲坛 向神祷告说 父神感谢您 感谢 使三个女儿去到主的怀里 感谢您把他们带到 没有眼泪悲伤痛苦的神的国度 当时主人牧师以为 三个女儿要去天国了 即使去了医院也不可能完全得知 所以认为 三个女儿肯定要去天国了 即使死了也能去天国 所以向神献上感谢 但这个青年是羊 为了您的荣耀请救活他 主人牧师的告白 是对良善慈爱 愿赐上好福分的神 全然信赖的告白 主人牧师先为青年按手祷告之后 在给李守真牧师祷告的时候 那个青年苏醒过来了 给李美经牧师祷告的时候 李守真牧师醒过来坐下 最后给大女儿祷告的时候 他也苏醒过来了 而且至今为之非常健康 没有任何后遗症 借此机会 主人牧师 得获自信 就是奉耶稣基督之名 退去煤烟的事 还能退去煤烟 领到治理非生物的全能 所以当时如果有为烟中毒的圣徒 就会被带到教会来 主人牧师给他们祷告 所以那个时候 凡是接受祷告的人 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 也没有死去的人 所有的人都得医治了 凭喜乐和感恩通过试探 我熬练的时候 就会临到极大的祝福 亲爱的圣徒们 如果大家临到约伯所授的 第一次试探 各位的心境如何呢 而是我说 神您为何如此无情 从现在开始我不再信神了 就这样离弃神 或者说 或者埋怨神说 我献了那么多奉献金 有尽忠释奉 怎么能对我这样呢 正如前面所讲 临到试探或困难的时候 一定有其中原因 不会毫无理由地遭遇试探患难 除了神为了赐福于我们 而允准地试探 其他的试探一定有撒旦控告的理由 所以即使遇到试探 也不能做出埋怨神的愚昧之举 然而圣徒们一旦遇到这样的情况 往往都会怨恨神 发出不满 不能感谢神 甚至有的人气掉 拯救自己 医治自己 祝福自己的神 离开教会 为自己至今为止 所做出的 尽忠感到可惜 要求做出赔偿 在神面前 尽忠 侍奉灾重 以及按神的旨意而活的一切生活 如果都是出于渴望得到回报 那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尽忠 应当警察自己 如果发现自己有这样的面貌 就要彻底悔改归正 相反 有的人 临到试探会一味地忍耐 即使是神允准地试探 也不能一味地等待 那该怎么做呢 警察自己 如果有需要悔改的地方 就当悔改归正 行在神的质疑当中 进而通过试探 领悟自身的不足 感谢父神 使自己领悟的恩典 这样的人 不仅能战胜试探 而且问题得解 蒙神赐福 归中要于神 像这样 遇到试探的时候 每个人的表现各不相同 有的人离开神 有的人埋怨神 发出不满 有的人心存疑惑 有的人忍耐 有的人喜乐感恩等 究竟哪一类人 是神最为喜悦的 就是喜乐感恩的人 我们所有人 遇到试探的时候 也要行出得神喜悦 和慈爱的信心的行为 下面是结论 亲爱的各位圣徒 对约伯而言 试探是祝福 如果没有试探 约伯发现不了自己 也不能成圣 不能进入更荣美的天国 遇到试探 熬练的时候 自己里面的恶 就显露出来 如果没有试探 熬练 则不能显露自己里面的恶 也不能发现自己 结果也不能更新变化 大多数人能轻易知道 外表显露的罪恶 但不能发现本性里深藏的恶 平常不认为自己有嫉妒 骄傲等恶的人 一旦遇到试探 隐藏的恶 就会显露出来 约伯在自己 约伯也是如此 约伯在自己所知道的真理范畴内 行为完全 所以不认为自己恶 但因为他的本性里面有明确的恶 所以当撒旦控告他的时候 为了使他发现并领悟自己的恶 神允准了试探 神希望约伯不但行为完全 连他的内心也完全 好赐他祝福 所以允准试探 彼得前书一章六至七节 因此 你们是大有喜乐 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 暂时忧愁 叫你们的信心 即被试验 就比那被火试验 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 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得到称赞 荣耀尊贵 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十八节说 我想现在的苦楚 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 就不足介意了 使徒保罗感谢神 将来用极大的荣耀偿还 所受的短暂的试炼 像这样在凡事上相信神 良善的旨意 并发自内心感谢时 得神喜悦并赐我们更大的感谢条件 受试探的时候虽然很痛苦 但是通过试探我们可以更加效法主 进入更荣美的天国 最终在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 我们会获得称赞 荣耀尊贵 所以 熬练是祝福 在向生活中及时遇到试探熬练 希望所有圣徒都要相信并感谢 这是神为了引导我们进入更荣美的天国 而允准的祝福 信心的试炼难免伴有痛苦 但越是这样 越要铭记神的爱并忍耐 成就通过熬练父神向着自己的旨意 成为 得蒙祝福和尊重的主人公 奉主的名祝福大家 思考所听到的话与一同做祷告 通过影像接受主人牧师的患者祷告 凡是有疾病的人软弱之处的人 请把手放在疼痛之处或软弱之处接受祷告 没有疾病的人请为心愿接受祷告 哈利路亚 全能慈爱的父神 此刻求您亲自按手在所有接受祷告的圣徒们身上 超越时空作供在极仙电视观众之上 通过营特网和屏幕接受祷告的 之教会之声殿以及全世界的杀儿女们之上 赐予他们从心里相信的信心 驱走他们一切否定的意念和疑惑的事例 并驱走一切试探和患难 求服用圣灵的或原本的光焚烧 并医治他们从头到脚 五脏六腑 每根骨结 全身 神经 组织细胞等一切疾病 奉耶稣基督等名斥责仇敌魔鬼 撒旦以及疾病病均软弱都退去 光啊 尽住吧 求服用圣灵的火将所有绝症 丸症焚烧尽 击退瘧疾以及所有风土病 击退感冒 咳嗽 发烧 全身酸痛 流肝等各种流行性疾病 任何流行性疾病病均不能进入求服保守 求服使胃癌 肺癌 乳腺癌 子宫癌 大肠癌 皮肤癌等各种癌症以及艾滋病 白血病 脑溢血 高血压 低血压 心脏病 肺病 胃病 糖尿病 复科病 皮肤病 甲状腺疾病 以及所有炎症也得到痊愈 也求服使 血儿麻痹 中风 关节炎 腰椎 肩盘 突出症也得以健全 腰痛 头痛 神经痛在内的一切疼痛都消失 癫症自闭症 抑郁症 躁遇症 精神衰弱等一切精神疾病也都退去 我吩咐麻痹 瘫痪的得以释放 瘫子要起来行走跳跃 模糊的视力要看得清楚 听不清的耳朵要听得清楚 瞎子要看见 龙子要听见 哑巴要开口说话 使各种事故后遗症得以洁净 骨折得到愈合 烧伤 烫伤 得以痊愈 火毒都退去 热气也退去 父阿求做工不留下一点疤痕 毒品以及各种药物 剧毒物中毒也得以洁净 以死的神经细胞复苏 死人也复生 求父给不能怀胎的赐予怀胎的祝福 得到怀胎的祝福吧 奉耶稣基督的命 命令仇敌魔鬼撒旦空中掌权的众恶魔都退去 祂的众识者也退去 这世上的邪灵 污秽的灵 虚幻诡诈的灵 挑拨离间 迷惑的黑暗势力都退去 松开一切凶恶的神 黑暗退去吧 光啊 禁住吧 求父神赐予您儿女们呼求祷告的能力 离其罪恶成就圣洁的能力 使他们的灵魂兴盛 凡事兴盛 成就家庭福音化 祝福您儿女们一周间从各种事故灾样中 等忙保守 度国亨通顺利的生活 用圣灵的火源 天兵天使 烛火炎般的眼目 看顾保守所有神儿女们的家庭工作 事业 将智慧和明哲赐给学生们 赐给他们学习的热心和兴趣 保守他们的心思意念不被世界所夺走 祝福他们成为火热爱神的学生 祝福您的儿女们或吃或喝 或喝无论做什么都为荣耀您的名而行 从而度过蒙福的人生 使他们都能见证我遇见了神 体验了神 得到了应允 得到了祝福 父神感谢您将荣耀归给您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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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